第1301集 故意你啊 如果说正常状态下的骆玉衡 是他无法驾驭 但敢嬉皮笑脸撩拨的 那么眼前的骆玉衡 是他既不敢撩拨也无法驾驭的 谨慎其间 他决定多做观察 多了解恶人格的行为作风 骆玉衡失望的撇撇嘴 扭头轻轻一吹 蜡烛熄灭 他钻入被窝打了个滚 滚到了里侧 许清安重新躺下来 双手枕在脑后 在漆黑的房间里望着天花板发呆 现在是银时两刻 欲人格只是刚走的 按照以往的情况应该会睡一觉 到次日凌晨才会进行人格切换 但欲人格刚走 恶人格就跳出来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恶人格是七种人格里最强的 想着想着 他思考的方向又转到了十万大山 广贤菩萨的化身一句 保守估计会有二品吧 渡恶罗汉也是二品 再加上阿苏罗 想要夺回十万大山并不容易 九尾狐应该能搞定广贤菩萨的化身 他要是没这份实力 复国也别想了 妖族还有一位超凡 好像是只懒惰的熊 不过只是个三匹 哼 我是不是太飘了 如果仅仅这样的话 我们很难夺回十万大山 七爵谷虽然大有长进 但我大概率 他不赢阿苏罗 所以 这次打佛门的主力是神书 其实说白了 是修罗王带着小女儿 打前妻生的小儿子 默默吐了个槽 许清安转而思考自己 能在这场战斗里 获得什么好处 尝试俘虏度恶 让他帮我解开最后一根风魔钉 然后我就和王妃双修 仅剩二匹 另外 总算能见到九尾天狐的真容了 不知道和小姨比起来 谁更美 至于木南枝 许清安把他排除在外 美貌是花神最大的武器 他的魅力已经到了 独孤求败的境界 以至于到现在 许清安都不敢释放出他的真容 一来是怕控制不住自己 二来怕麻烦 花神转是不做伪装的外出溜达一圈 会惹来什么样的麻烦 是可以想象的 就算有应对任何挑战的能力 也没必要让自己陷入层出不穷的麻烦里 这时 卷着被子的骆玉衡默默靠拢过来 一声不吭的舔他的耳垂 果实这是座山 许清安板着脸问道 都是你 黑暗里 骆玉衡的眸子明亮 像是夜幕里的星星 不要闹 他嘴角抽了一下心里一动 果实 我明日便要出发去十万大山 祝妖族夺回故土 你 还有几分战力 骆玉衡笑嘻嘻的 你求我 我就告诉你 他翻了个身 骑坐在许清安的小腹 双手撑着他坚硬的胸膛 笑道 不行 我肚子里有你的孩子了 不能打架 他边说着 边揉了揉平坦的小腹 一脸慈爱 哪有这么快呀 许清安不想和恶女解释 骆玉衡丝毫不介意 娇笑道 佛门的和尚 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许清安没说话 默默地看着他 骆玉衡继续说道 许郎觉得我与你谁更强 你 许清安得承认 说实话 因为骆玉衡要平息夜火 准备渡劫 所以已经很少出手 且经常在他面前红着脸 簇着眉 脸颊通红的咬着嘴 这让他渐渐忽略了对方是 堂堂人宗到手 二品俭修 比他整整高了一个半品级 直到今晚打了一架才恍然间反应过来 骆玉衡又问道 那你觉得 加上一个孙玄机 能否赢我 许清安审视自身底牌 手段 想了很久 虽然没有打过 但我把握不大 骆玉衡红唇微微挑起 那你和孙玄机 是怎么打赢阿苏罗的 许清安愣住了 小姨轻笑一声 邪魅妖也 低头含住情郎嘴唇 瞬息几口 二品罗汉果位 以杀伐之术著称的杀贼 三品金刚神功 以及修罗族最强战士的称号 所代表的力量 你是如何凭借一举之力牵制他的 你的封魔钉还没拔出来呢 了不起就是接近三品大成 凭着浮屠宝塔 和卫达超凡的七绝谷 怎么可能与他纠缠那么久 这 许清安瞳孔微缩 他现在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了 对啊 我当初三品镜 靠着如胜刻刀镇国剑 以及神术残炙的帮助 拼得九死一生 才斩了二品的贞德 而阿苏罗绝对比真的要强 骆玉衡叹息一声 你没有和佛门超凡交手的经验 不曾察觉出问题也不奇怪 这次与妖族联手攻打十万大山 你得小心再小心 也许这是佛门部的局呢 故意送出神术的部分残枝 让妖族看到复国的希望 你觉得这次复国行动如果失败 妖族还有多少气韵 许清安盯着他 国师是故意与我打的一架 骆玉衡把一条大白腿搭在他肚子上 眨一眨美眸挨完 人家怎么舍得打雪狼 还不是雪狼薄情寡义 你们已经有我了 还偏要和穆南枝纠缠不清 还带着他游历江湖 将来我诞下子嗣 你肯定要抛弃妻子 跟那个小贱人私奔的 说着说着 他突然招手换来秀气斑斑的铁剑 剑尖抵住自己的小腹哼哼道 那我就宰了你的宰 一时两命 许清安就有些想念高冷的原版国师 头疼的捏了捏眉心 国师啊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冰冷的剑锋横在拨梗 黑暗中 那双眸子冷冽如冰 嘴角冷笑 你说什么 没听清楚 国师啊 我的脑子好像有点问题 可能是被你打坏了 你振散我的原身后 有把我的魂拼好吗 许清安能伸能缩 骆玉恒说变脸就变脸 丢了铁剑 揉着许清安的脑袋瓜子 乖 神经病啊 我过24小时就把你送走 许清安强颜欢笑的应付 第1302集 我当然不同意啊 骆玉恒的表现 让他意识到这位人宗到手的战友欲极强 且对木南枝极为忌惮 除了小爱 醋味 强 会针对鱼塘里其他鱼儿 其他人格都只警惕和忌惮花神 看来在国师眼里 男之是最强大的情敌 其他女子都不堪一击 花神大概是唯一让国师 在美貌上失去自信的女人 心里想着 许清安斜眼瞥了一下身边的小恶 小恶眨眨眼睛 许清安收回目光心说 没事 你虽然没他漂亮 但是你润呢 布达里大白腿在肚皮上蹭啊蹭 他闭上眼睛 开始复盘当日与阿苏罗的战斗 杀贼果尉我没有接触过 不知道阿苏罗有没有放水 但现在回想起来 杀贼果尉的力量 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虽然给了我一定程度上的打击 但也仅此而已 如今想来就显得很有猫腻 就三品金刚的战力来说 阿苏罗没放水 而且他确实是压着我打 可是如果他一开始就释放修罗血脉呢 三品金刚的体魄配合修罗血脉 恐怕能直接吊打我 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他皈依佛门告别过去 不到万不得已 不愿意释放修罗血脉 可还是感觉有些勉强 尽管他和孙玄机能打赢阿苏罗 是因为配合的好 利用封魔钉给予致命一击削弱对方实力 而且最后抢走神术双腿后 依旧只能逃跑 看起来是依掌封魔钉 浮屠宝塔等手段险胜 在外人看来 不是阿苏罗不够强势 那许清安太阴险 但这无法说服当事人的他 因为现场情况是 孙玄机大部分时间龟缩在天上打辅助 三品之身的自己独自拖住了阿苏罗那么长时间 今日和小姨交手后 京局二品巅峰高手绝非三品五夫能抗衡 那他凭什么拖住阿苏罗这么长时间 他竟然演我 许清安撕了一声 阿苏罗不但演他 而且还演得很好 首先两人交手时 阿苏罗确实压着许清安打 且最后是许清安依靠封摩丁才打赢 可以说是险胜 这样的情况下 往往会让人觉得是自己赢得很凶险 敌人很强大 哪里还会怀疑阿苏罗在演戏呢 这问题来了 阿苏罗为什么要演我 首先他绝对不可能是友军 因为一入空门四大接空 想到二五载的机会都没有 佛门菩萨和罗汉也不是傻的 如果阿苏罗有问题 怎么可能安排他来镇守南疆 这样一来 答案可能就只有一个 佛门内部的矛盾 大小城之争比我预料的更激烈呀 所以需要妖族这个外敌来转移矛盾 这个解释没问题 但是总觉得又少了些什么 明儿先去十万大山 等九尾天狐回来 就把这些事告诉他 看看他是什么意见 小姨能察觉出的细节 九尾天狐肯定也能 但他却没说 也不是没说 对于我能夺回神术残枝 他确实有过感慨 祝万妖国复国 俘虏杜恶或阿苏罗 拔出最后一根风魔钉 十万大山战一结束 会轰动九州的 念头浮动间 他察觉到 脸颊被湿润温热的小舌头 舔了几下 左侦 许清安扭头 看着枕边的绝美的脸蛋 小恶伸出小舌头 舔了舔嘴唇 美艳的脸上绽放 腰野的笑容 雪白下河一昂 挑衅道 来双胸啊 许清安翻身压了上去 我的三瓶体魄也不是吃素的 准备好哭泣了吗 次日 浮屠宝塔内 许清安双手合十 盘坐在塔林老和尚身边 低声说道 大师 我又误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许淫罗脸旁没有任何世俗的欲望 塔林老和尚瞅他一眼 欣慰点头 沙 旁边的慕南枝抱着白鸡冷笑 哼 大师 他已经误过两次了 许清安瞪他一眼 把花神拉到一边 花神亮亮呛呛的被拖到角落里 板着脸 谁让你碰我的 白鸡抬起爪子 啪啪啪的打许清安 抓住慕南枝胳膊的手 松开松开松开 他就像是坚定不移站在妈妈一边的孩子 许清安收回手 黑了一声用肩膀拱他一下 吃醋了 慕南枝抱一冷笑 吃醋 你也太高估自己了 真当天下女子都爱你爱得不可自拔 白鸡气啾啾的说 就是就是 没有没有 喜欢我的女人都不及李灵素的十分之一 他才是女友变天下的大佬 许清安看了看白鸡 自顾自的说道 我明日要去一趟南疆 在这期间 你就不要出来了 慕南枝眼圈一红 冷冰冰的看着他 怎么 想我爱着你俩双修了 蒙熙一口气 嘲讽道 还没问许云罗和国师双修的如何呢 想来是如胶似亲 一刻也不愿分离 反正亦是空空空空空如也 许清安一脸严肃 倒不是 你可能不知道 洛玉恒现在的人格是恶 恶毒的恶 他昨夜逼我将你从浮屠宝塔里放出来 要亲手杀了你 慕南枝脸色一变 许清安继续说 我当然不同意了 就和他打了一架 慕南枝又气又怒咬着牙 他打你了 许清安委屈的点头 握住慕南枝的手揉声说道 我脾操肉后无所谓 但是你不一样 我绝对不会让他伤害你的 慕南枝心里的怨气散了大半 轻轻的抽回手哼道 我和你清清白白 莫要说这些放荡的话 抿了抿嘴 趁机掩盖嘴角翘起的糊涂 许清安见好就收 接着说道 但白枝要跟我一起出去 我需要用他联络九尾天狐 慕南枝担忧 可你说洛玉恒恶毒得很 他会不会难为白枝 许清安从他怀里接过白枝 抱在怀里面无表情 我觉得这是他这个年纪应该承受的 白枝抖了一下 连忙补救 人家 人家最喜欢许英罗了 晚了 许清安抱着白枝顺着台阶来到第二层 此处树立着一尊尊金刚雕塑 或横眉立木 或坐视欲打 森严可怕 这些雕塑组成特定的阵法 被赋予了佛法 构成浮屠包塔第三层 专作为封印强大修行者的牢笼 第二层溢散出去的振欲之力 甚至能短再影响到二品 柴星儿盘坐在两尊雕塑之间 他本是姿色极佳的人妻 气质楚楚可怜 长期的困境让他愈发的柔弱 惹人怜爱 脸颊苍白消瘦 青丝披散 苗友芳在身边的时候 充当着狱卒的身份 定期投石更换马桶 另外 每七天柴星儿会有一次 外出活动的机会 沐浴洗漱 等苗友芳走了之后 投石的任务就交给了木南枝 至于更换马桶 则由塔林老和尚来负责 反正对塔林来说 念头一闪 便能将塔内的任何物品转移出去 神书断臂除外 没想到漫长的囚禁生活 竟让你的气急愈发混厚 修为大掌 柴星儿睁开眼看了看他 不卑不亢地说道 除了吐纳练气便无事可做 任何人都会和我一样修为大掌 顿了顿他眉眼柔和了几分 李郎进来可好 许千安汉手 嗯 组建流民军队 准备去青州打仗了 你待在浮屠宝塔的这段时间里 寒灾爆发 中原百姓流离失所 云州叛军北上攻打青州 战况焦灼 柴星儿莫然片刻苦笑 小小一座浮屠宝塔 竟成了庇护所 庇护所是没错 但是前半句话 你得问问塔令认不认同 许千安没再废话 于怀里摸出半卷兽皮地图 你看看 这是不是你祖上留下的那半卷地图 柴星儿伸手接过展开看了一眼 似乎是 这与当年公主从柴家带走的地图材质一样 你见过另半卷地图吗 许阴罗觉得 我有资格知道 对于你们柴家的祖上 你还知道些什么 现在柴家能追溯到的先祖 便是从南疆回来的那位 再往上经历过一次灭门 早就彻底烟消云散 这就有点头秃了呀 许千安无奈地收回兽皮地图 能入许平峰眼的绝对不同寻常 大幕的主人是谁 许平峰又是如何注意到柴家的 目前来说 这件事不急 先缓缓 陈瑟简陋的卧室里 洛玉恒慵懒地打了个哈欠 从储物小袋里取出干净整洁的小裤和肚兜 漫条丝里的穿上 罩上羽衣袍子 手里把玩着莲花冠 妙目盈盈地望着桌上的玲珑小塔 嘴角一挑 三平五夫就这 他随手把莲花冠丢在桌上 离开卧室 因为族中轻壮出征 上山狩猎的人数少了许多 身为族长的龙徒 不得不重新上山干活 在利谷部 族长既是手握权力之人 也是责任罪以重的人 在面临人力不足 实物短缺的时候 族长龙徒被迫营业 上山打猎 骆宇恒来到院子外 看见许玲英和丽娜 蹲在树荫下 升起一团篝火 篝火边插着六只剥皮洗净的老鼠 等我们刺完老鼠 火堆下面的地瓜也口好了 丽娜哼哼道 期待吗 期待的 小豆丁抹了抹口水 丽娜使唤徒弟 你去给师父拉水带来 哭渴了 小豆丁警惕地看着他 那 那你别偷吃 得到师父的保证后 小豆丁迈着小短腿 嗷嗷冲进院子里 郭司好 丽娜瞅见 骆玉衡恭敬的打招呼 他可不是许玲英这种 没脑子的笨蛋 甚至眼前 座位的强大 以及超然地位 近日来 骆玉衡与许清安 在集园里出了不少力 双修道旅 横扫集园的传说 已经传遍古族 骆玉衡审视着丽娜 你是那个 那个地书碎片持有者 丽娜吃了一惊 没想到国师 竟然知道自己的身份 骆玉衡脚步不停 继续往外走 丽娜的目光追随着他 敏锐地察觉到 今天的国师有些不对劲 他旋即收回目光 满怀热情地 看着快要烤好的老鼠 发现篝火边空空如也 老鼠 没了 丽娜茫然无措地站起身 环顾四周 老鼠呢 我拉不住地烤老鼠了 等等等等 同时 徐灵音抱着水袋 跑了出来 看着篝火边空荡荡的 他陡然僵住了 师徒俩大眼瞪小眼 丽娜动了动嘴唇 艰难地说道 老鼠自己跑了 你信吗 小豆顶水袋一丢 坐在地上 双腿乱蹬 嚎啕大哭起来 远处 微风里 青丝阳 雨衣翻飞 骆玉衡笑眼如花 腰也绝美 南法寺 坍塌的封印之塔外 广场上 脑后亮着一轮七彩光轮的杜厄罗汉 盘坐在蒲团掌心拖着一只金波 过巴苦阵 受问心官 这是广贤菩萨的意思 你若过了这两关 封印之塔被毁的事 便结果了 有黑枯瘦的老僧 目光平静的望着对面的阿苏罗 弟子明白 阿苏罗双手合十 跨出一步 进入金波 杜厄罗汉收回手 金波徐徐扶空 拨口投射出一道光幕 光幕中身披袈裟的阿苏罗双手合十 昂然而立 站在巴苦阵前 却迟迟不曾入阵 第1304集 应运之人和应劫之人 巴苦阵 佛门高僧用来顿悟的阵法 过得此阵烦恼去除 心生佛念 从此皈依佛门 从此佛法精深 反之 则永夺巴苦之中 元神崩溃 当然 每一位进入巴苦阵 魔力佛心的僧人 都会得罗汉或菩萨关注 以保元神安稳 简而言之 巴苦阵 其实是佛门四大皆空中的一部分 阿苏罗若还是阿苏罗 还是那位皈依佛门的修罗子 那他就无拒 那他就无拒巴苦阵 加阿苏罗久不入阵 杜厄淡淡说道 阿弥陀佛 阿苏罗 有何犹豫 声音透过法器 传入金波内的佛界 阿苏罗淡淡说道 只是回想起了前程往事 那些早已化作云烟的往事 说吧 他不再犹豫 踏入了巴苦阵中 杜厄微微眯眼 审视着阵中的阿苏罗 只见这位相貌丑陋 却又英雾不凡的修罗王幼子 步伐缓慢 但异常坚定的穿过巴苦阵 过程中 他的表情始终平淡 穿过巴苦阵后 阿苏罗脚步不停 射击而上 不多时来到了山顶的古叉 古叉顶上有一座青铜大钟 阿苏罗缓步登楼 在青铜大钟前双手合十 念诵佛号 当的一声 他推动中锤 敲响第一声 青铜古中荡起空荡悠扬的钟声 以及连一般的金光 当当当的 钟声不断响起 连一状的金光层层叠叠扫在阿苏罗身上 先是眉心亮起金光 继而身躯覆盖上一层淡淡金灰 成车剔透 八十一声后 阿苏罗松开中锤 双手合十 低头锤眸 杜河罗汉 杜河罗汉念画微笑 佛心 佛心无垢 本座会回禀广贤菩萨 近日来 十万大山外围 邀起冲天 南邀 复国的野火 憋了五百年 此番 欲燃遍十万大山 我等奉命镇守南疆 不可疏忽大意 阿苏罗汉手 自当如此 南疆 院子外 丽娜啃着地瓜 看一眼身边的小背影 无奈的解释 老鼠真不是我吃的 小豆丁捧着属于 她的地瓜默默地啃着 用小小的背影 和后脑袋瓜子 对着师父 一副恩断义绝的姿态 丽娜沉吟一下 推了推许玲音的肩膀 许玲音扭了一下身子 不要她碰 那 那 地瓜给你自行了吧 小白皮丽娜说道 许玲音猛地扭回头 双眼放光地盯着师父 真的 丽娜依依不舍地看一下 刚咬一口的地瓜 忍痛点头 递了出去 许玲音开心地抢过来 抱在怀里 不生气了 嗯 师徒俩重归于好 丽娜眉开眼笑 那有好东西 是不是要和师父分享啊 把地瓜给师父一个呗 小豆丁也眉开眼笑 头一低 朝着地瓜呸呸两声 丽娜一阵无语 房间里 许清安从浮屠包塔内出来 转头四顾 没看见骆玉衡 空气中残留着 国师悠悠的体香 以及一股怪味 床铺一片狼藉 小白狐虽然是幼崽 但也很懂事了 乌溜溜地转动眼睛 看着床铺怒道 我要和叶姬姐姐说出来 你瞒着她和别的女人好 小妖怪还挺聪明的 徐清安斜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你凭什么说我和别的女人好 你有证据吗 小白狐抬起爪子 一拍桌面 奶胸的语气说道 你每次和叶姬姐姐说玩家 床就这么乱 我还看到你撞她 说到这里 她突然盖下尾巴挡住屁股 徐清安赏她一个头皮 骂道 小崽子懂什么 我那时候给她拍蚊子 赶紧召唤娘娘 我有事找她 涉于徐阴罗的淫威 白鸡屈服了 蜷缩在桌子上 尾巴盖住身子 恶请一股强横的意志力 从她体内觉醒 两只巴掌大的小狐狸站了起来 左眼溢出清光 娇媚于耳的声音叹息道 唉 本座的威严江和日下 已经成了你随时都能召唤的人物了 许清安心想着 废话少说有正事 她皱着眉头 我今日复盘了与阿苏罗战斗的经过 发现她当日 没尽全力 你才发现呀 九尾天狐笑阴阴的 这小贱人 当初果然看出断泥 许清安面无表情 娘娘 你这样会失去我的友谊 九尾天狐喝了一声 乖巧的蹲坐 嗓音柔媚 富有雌性 两种可能 一 阿苏罗处于某种目的 不露痕迹地让你带走了神叔的残肢 她想白痴干头 更进一步 许清安皱着皱眉 什么意思 阿苏罗转世重修 五百年后归位 可归来的 依旧是阿修罗的幼子阿苏罗 她的转世之躯在哪里 转世之躯若到了四品 已经发完红愿 那么只要完成红愿 她便能证得菩萨果位 以此推测 她的红愿 多半与妖族有关 或者说 为佛门夺得南疆 可南疆 已经是佛门的领土 许清安摸了摸下吧 所以要重新丢一次 二 这一切 都是佛门设局坑我妖族 也许我们攻打南国城 会直接遭遇广闲菩萨 我肯定是能逃走的 但你们嘛 难说了 许清安若有所思 你似乎有应对之策 就为天狐狡狭一笑 若阿苏罗是想证得菩萨果位 那便将计就计 若是佛门坑我妖族 那还是将计就计 许清安直接了当地问 你想怎么做 小白狐乖巧蹲坐 笑吟吟的 想不想打到阿兰陀去 看一看佛陀 到底是什么状态 看一看 如胜的雕塑 有没有被破坏 当日祝你对付许平峰时 本座从监政那里 讨要了几件传送法器 而后派人将刻了 相应阵法的石盘 暗中送到了西域 我们只要捏碎传送法器 就能传送到石盘所在的位置 它距离阿兰陀 只有三十里 广贤敢离开阿兰陀 我们就直接传送过去 抢回神书的头颅 让他彻底复生 许清安美好气地说道 广贤菩萨会让我们传送 至于监政和九位天狐 私底下的勾当 他倒是不奇怪 对前者来说这是机操 对后者来说 谋划五百年 要是这点布局都没有 那还赴什么国呀 早点嫁人生玩 相扶教子吧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 就为天狐语气很笃定 许清安点点头 如果这次复国没有意外 那我要你助我 俘虏都阿罗汉 让他拔出我身上 最后一根封墨钉 我额外再告诉你 幽冥残思的位置 许清安心脏 砰砰狂跳两下 语气极促 你知道幽冥残思在哪儿 幽冥残思是炼制 昭魂藩的主材料之一 昭魂藩则是复活 未冤必备的法器 九位天狐说道 不急 等妖族复国后 再谈这些 东凌城 许平峰坐在青铜丹炉前 手里握着芭蕉扇 轻轻地煽动青色火焰 要不要回南疆一趟 他侧头看向 斜对面盘坐的 切罗树菩萨 本座若是回去 郑重奸证下怀 切罗树菩萨淡淡地说道 倒也是 老师早就与九位天狐勾结了 许平峰点头 利用南疆的妖族 牵制佛门 是他早就打好的算盘 借我长子之手去做罢了 咱们在青州等消息吧 切罗树闭目打坐 机关算尽太聪明 他没说后面一句 许平峰听完 笑容忽然诡诀起来 靖山城 撒罗阿谷站在荒山之巅 跳往南方 山海关战役后 契约竟在西南方啊 披着斗篷的老人低声感慨 大巫师觉得 南妖能复国吗 巫神教维二的灵会师 巫达宝塔问道 靖平妖族 差了些 但不是 还有蓄其安吗 哼哼哼哼 我知道 他的实力到了什么层次 此战若是南妖得伤 那便真的轰动九咒了 就如当年佛门 夹子荡药 举世皆境 一二步送明经时 送这么久 实际味道 京城 观星楼八卦台 赵首站在高耸入云的天台边缘 俯瞰着下方的京城 哎 京城繁华依旧 然与我眼前却蒙上了讳暗萧条 气运浑浊了呀 他抚须感慨道 接着转头看向监政 你的力量流失严重 甚至连切罗树的两尊法像都打不破 长期以往 大凤还有圣迹 万物圣迹而衰 皆为天数 从珍德到许平凤 再到许契安 都是应运而生之人 都是中原人族之大姐 赵首皱了皱眉 人族 而不是大凤 天机不可泄露 我窥探天机知晓天命 亦是应劫之人 赵首 你可知我为何要压儒家两百年 天机不可泄露 儒子可教 赵首呵呵一声 他转了个身面朝南方 能不能牵制佛门 就看这一战了 希望他不会让我们失望 监政笑着反问 他何时让我们失望过 抬起酒盏喝了一口 此番进京 是与我闲聊来的 赵首呕了一声 似乎才想起来 哦 阳公传了一封折子给我 说是古族愿与大凤结盟 帮着一起打云州叛军 希望我能转交给小皇帝 我进宫需要你的同意 即使是八百里加急 速度也没施展儒家秘法传颂的快 见证汉首 去吧 青州战事紧迫 小皇帝和诸公正愁着呢 安亿安他们的心也不错 第1305集 陛下圣明 御书房 年轻的永兴帝 脸色沉宁的坐在铺设黄筹的大案后 听着新任首府五英殿大学士前清书的奏报 王真文养病之后 朝廷内部停推 经过各党一番厮杀 首府之位落到了五英殿大学士前清书头上 依旧还是亡党 各地多有匪患劫掠乡绅旋族之事 在江州和建州 甚至有城中百姓与匪徒勾结 离应外合打开城门 放匪徒进城劫掠 各地皆有类似之事 陛下还请早些派兵剿匪 不然大乱将至 若不能稳住后方 请招局势危矣 王党成员纷纷附和 各党成员一半沉默一半附和 专劫掠士大夫接机的匪徒 无疑刺激到了诸公们的神经 陛下三思 高呼声里 御史台左都御史刘洪出列作义 青州战事如火如荼 朝廷应倾尽全力 驻阳公将叛军挡在青州 岂可在朝廷缺钱缺粮之际 耗费国力去清剿流民匪扣 那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难成大事 原位党成员立刻附和 支持如今党派魁首刘洪的建言 王党成员立刻跳出来反驳 乌合之众 如今流民城灾劫掠抢粮 已经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放任不管的话 云州叛军还没有打到京城 那些流民匪扣就先一步兵临城下了 双方展开争论 御书房意识又成为小巢会 相当于早朝 比较随意松散 争论渐渐演变成骂战 永兴帝冷眼旁观 时至今日 魏冤和王首府一死一病 朝堂内的格局 依旧是两党相争 各党掺和凑热闹 他扫过群臣 目光落在大理寺卿身上 淡淡说道 寺卿大人有何高见 主公目光不可避免地 投向大理寺卿 大理寺卿年过五旬 虚法之间不见白丝 保养得相当好 陛下 臣以为 对流民匪扣 可采取招安之策 授予贼手官职 让其率麾下人马 前往青州 抵御叛军 大理寺卿说道 永兴帝沉吟不语 许久后缓声说 此事暂且搁置 停顿一下 沉申开口 青州第一道防线 已被叛军攻占 阳公未能对云州叛军 造成沉重打击 诸位爱卿 有谁能告诉朕 这青州能不能守住 能守多久 无人应答 永兴帝沉着脸 看向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 两位爱卿 朕让你们调兵调梁 支援青州 可有进展 护部尚书出列 作医 尚需时日 请陛下再宽限一寻 永兴帝本来想责难 但看了一眼 护部尚书憔悴的模样 心里叹息一声 没做为难 转而望着兵部尚书 徐尚书举荐的赵俊如 昨日给朕上了份折子 说是建议把支援青州的军队 由他率领 绕路袭击云州 捣毁叛军大本营 真是位不可多得的将才啊 兵部尚书心里一领 见永兴帝面带微笑 眼神却异常冰冷 额头瞬间浸出冷汗 急声说道 臣永恙无助 请陛下责罚 永兴帝没大力 让他保持着躬身的姿势 脸色难看的扫过朱公 要粮草没有 要能打仗的也没有 朝廷养世六百年 就养出你们这群东西 幸而西域诸国没有举兵入境啊 只在雷州边境骚扰 不然西域大军 此时都要打到京城来了 说到最后时 永兴帝是大声吼出来的 朱公默然不语 知道他是在埋怨 钱粮筹备不及时 无法立刻派兵前往青州 可国库要是有钱 援兵此时已在奔赴青州的途中 这段时间 户部已经在征收赋税 搜刮民之民高了 这是战争之下 朝廷必然会做的 历朝历代皆如此 而这样的行为是在积累民怨 耗损国力 战事若能平定 一切好说 一旦朝廷战败 民怨反扑 国家气运瞬间消耗一空 战场局势瞬息万变 前方将士一命抵抗 而等迟迟没有筹备好前辆军队 可这会一物多少战机 永兄弟破口大骂 朱公还是沉默 这时清光升腾 一道人影显化在 朱公和皇帝之间 正是赵首 他穿着江洗发白 但一丝不苟的如山 花白的头发随意垂落 整体形象如同落魄的书生 还是老书生 永兄弟和朝堂朱公吃了一惊 完全没料到赵首竟能闯进皇宫 陛下 赵首微笑坐一 永兄弟定了定神 挤出一丝礼节性的笑容 院长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啊 事宜在陛下桌前 永兄弟茫然低头 看见大岸上多了一份折子 他有些愕然的拿起 在抬头时 赵首已经消失不见 朱公望着永兄弟 等待他的说法 永兄弟展开折子 随着阅读 他的表情出现极为生动的变化 先是满脸愕然 然后眉头紧皱 看到后面时瞪大眼睛 似乎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事 而后惊讶变成狂喜 好 好啊 永兄弟龙颜大悦 有了古族精髓的加入 可暂缓青州燃眉之急 许阴罗真是屡屡让朕惊喜 古族精髓 许阴罗 躺下朱公面面相去 前清书目光闪烁了一下 陛下可有喜事 永兄弟没有回答 望向寓座之下的掌印太监赵玄阵 传阅朱公 赵玄阵恭敬结果 他内心无比好奇 但不敢窥探内容 恭敬的把折子递给新任首府 前清书 前清书神色平淡 但接折子的速度却奇快 他展开折子 宁神阅读 扮上后深吸了一口气 刘尚书可以睡个好觉了 刘尚书就是自寒灾以来 整个人苍老了好几岁 发极限上移好几公分的户部尚书 听到这话 刘尚书猛的看了过来 上面说什么 快 快给本官瞅瞅 和你不是一档的 前清书脸色平静的把折子递给身后的刑部孙尚书 孙尚书默默看完脸色极其复杂 既有欣喜也有怅然 怅然是因为那个以前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小子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人物 九州顶尖的高手 折子在诸公手里传阅 一张张老脸或如实重负或欣喜万分 最激动的是刘尚书 如此一来 青州局面必将得以缓解 本官也能松口气 睡个好觉了 刘尚书险些喜极而泣 徐罗竟能让古族与大凤结盟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于其里毫不掩饰自己的敬佩和赞赏 主公们低声议论起来 能以这么小的代价让古族出兵 他是如何做到的 古族与我大凤仇恨甚深 此次竟没有与云州结盟 而是与我大凤结盟 他总能让人刮目相看 他虽然不像魏冤那样 能同帅三军战无不胜 但作为武夫 他在朝凡领域里 也算是个人物了 有他和坚正在 大凤多少还是有些希望的 永兄弟笑道 盟约之事就交给内阁曹你 诸爱卿可有意义 陛下赏名 第一千三百零六级婚事 结束议事后 永兄弟连日来沉重的心情稍稍缓解 古族与大凤结盟的事儿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但永兄弟心里还有一桩事耿在心头 陛下 前首府求见 赵玄镇踏入寝宫 永兄弟皱了皱眉 请他进来 既然没有在御书房议事时说 那便说明 钱清书有事要单独起奏 续着花白山羊须的钱清书 在宦官的带领下返回御书房 前首府有何事 要单独起奏 要单独于这商议啊 永兄弟没什么表情的问道 前清书 前清书沉声说道 陛下 各地匪患横行 若是不派兵清剿 迟早要酿成大祸 如今 情咒压力骤减 正好可以分兵围剿 永兄弟沉吟不语 前清书高声说道 陛下 臣受陛下器重 必为陛下肝脑涂地 万死不辞 永兄弟微微动容 好 那便依爱卿所言 如此痛快地回復 反而让前清书一愣 欣然攻守 陛下圣明 永兄弟汗手 爱卿先退下吧 朕乏了 望着前清书的背影 永兄弟面无表情的端座 许久未动 那件梗在他心头的事 就是许新年曾经提议过的 秘密派遣高手组织流民 落草围口 以劫掠伤骨 香绳阶层 平息日益肆虐的流民之患 这种背叛阶级的决定 如果暴露出去 会让永兄弟重叛亲离 权衡再三 他选择了放弃 但没想到 朝中有人暗地里实行该计策 并收获了极大的成果 规模日益壮大 朕的敌人 不只是有云州叛军啊 永兄弟低声难难 那些敌人是谁 他心里一清二楚 同时他暗暗下定决心 不能再拖了 赐婚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许新年已经生出异心 暗中投靠了昔日的四皇子 如今的延亲王 而他的决定 必然会影响到许新安 若是许新安也倒戈延亲王 那他的皇位必然坐不稳 许新安是未冤一手提拔的 而未冤与皇后是故交 坚定不移支持四皇子的人 其许新安与怀庆关系颇为不错 如今再由许新年投靠四皇子 永兄弟能想出的唯一的破局之法 便是将妹妹临安嫁给许新安 如此皇位可吻 德新院 不久前 怀庆对书房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搬来了沙盘 青州地图 书桌摆满兵书 其中包括许新安写的那本 孙子兵法 许新安自称此书是孙子所著 但是怀庆知道他哪来的孙子呀 湖州耍人罢了 作为一个公主 能如此欣喜 青州战事输为不义 怀庆对兵法其实并不精通 行军打仗更是门外汉 但这些日子以来 闭门读兵书 沙盘演练 进步极快 当然 这只是大局观方面的进步 实际的排兵布阵 态斥惊艳 纸上谈兵意义不大 书桌后 穿着苏亚长裙 气质清冷的长公主 先先御旨展开纸条 纸条上写着两件事 一 古族在许清安推动下与大奉结盟 出兵援助青州 二 赵首亲自送来青州奏折 对于第一条信息 怀晴内心毫无波动 因为早已知晓 但第二条信息 她咀嚼了很久 门口的光线按了一下 宫女站在书房外 轻声说道 长公主殿下 阎亲王来了 怀晴把纸条收入袖中 起身带着宫女去了内庭 内庭里 气宇宣昂的阎亲王 紫袍玉带滑跪逼人 手里握着一盏茶 气质沉宁 四哥怎么有空来我得心愿 怀晴淡淡说道 永兄弟登基后 把兄弟们都赶出了皇宫 但魏出阁的妹妹 依然可以留在宫中 亲王们等闲 不会入宫来 阎亲王挥退厅内宫女 沉声说道 我听说 许其安与古族结盟 以极低的代价 请来了古族精锐 援助青州 怀晴清清冷冷地说 这是好事 确实是好事 与我来说 谈不上好事 但也不是坏事 最多就是在等机会 为兄今日来 是为另一件事 四哥请说 今日赵首入宫了 监政压了白禄书院两百年 那赵首此生入宫次数 仅有两次 一次是逼父皇下罪几招 再便是这次 怀晴觉得 监政这是何意 上次入宫情有可原 但这一次 仅仅是送一份折子 怀晴抬了抬手 让广秀略有下滑 毫不妨碍他端茶 满悠悠地抿一口淡淡说道 四哥想来有所猜测 严亲王恩了一声 边点头边说道 至此危难时刻 监政恐怕要与白禄书院妥协 让赵首入朝为官 一位三品巅峰的大儒 值得坚政放下身段了 四哥此番找你 是想与你一同前往青云山 拜会赵首院场 话说得比较直白了 怀晴算是半个白禄书院学子 曾在书院求学数年 他的面子赵首不会不给 即使四哥不寻我 我也会去找你 严亲王笑了起来 好妹妹 凤七宫 临安带着两名贴身宫女 穿过大院 进入冷冷清清的凤七宫 他跨过门槛 进入内厅 发现厅内与院子一样冷清 宫女和嬷嬷的数量 维持在最低限度 临安知道 这是母妃在为难太后 不过 自从皇帝哥哥登基以来 太后便彻底没了脾气 无论母妃怎么刁难 七宁 太后都不予理会 临安原本认为 这是太后认输妥协了 但某次听母妃阴阳怪气的说 未冤死后 那见人就像个死人似的 实在无趣 苏牙简单的内厅 穿着便衣的太后 坐在桌边 没什么表情的看着她 临安已经很多年 没见过太后了 但印象里 太后和怀情是一样的 冷冷清清 对谁都不热情 但不像现在这样 除了冷漠 还是冷漠 见过母后 临安恭敬地朝 名义上的母亲行礼 太后是个极美的人儿 即使烧花不在 但时间似乎不忍摧毁 她的美貌 倾国倾城的容颜 没有任何痕迹 反而多了岁月的沉点 陛下刚来找过我 太后看着眼前的人儿 脸蛋圆润 桃花眸子 妩媚多情 是个什么话不说 就能勾人的女子 相比起来 她的女儿怀情 即使身段容貌都不逊色 却太过清冷了 皇帝哥哥 临安有些诧异 太后微微汗手 与其平淡 临安也到了婚嫁的年纪 陛下是为你婚事而来 临安脸色猛的一变 听完太后的话 临安的第一念头是皇帝哥哥为了稳固政权 打算与朝中勋贵妥协 把自己嫁给某位国公的子嗣 这不是她无端猜测 之前母妃便提过这方面的事 想把她嫁给定国公的次子 太后的声音很轻很淡 继续说道 本宫毕竟是你名义上的母亲 你的婚姻大事 得由我来操持 先帝在时 对你们的婚事并不关心 本宫也乐得偷闲 而今 新军有此打算 本宫也走无旁贷了 啊 皇帝哥哥明知道我和狗奴才走得近 虽然我从未承认过心意一塌 但皇帝哥哥难道就看不出来吗 临安心里憋着一口气 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语气恭敬中透着冷漠 此时不劳烦太后 临安会亲自和皇帝哥哥说 太后有些诧异地看她一眼 你不想嫁 临安板着脸 我谁都不嫁 太后点点头 她也无所谓轻声说道 也罢 听陛下说 你与许淫罗道得挺近 感情甚好 原来 是陛下讳错意了 临安 临安满脸呆着地看着她 大概有个几秒的实话 临安结结巴巴地说道 母 母后说什么 陛下要为你和许淫罗赐婚 你若不愿意 回了她便是了 话没说完 临安大声说 这 既然皇帝哥哥都那么说了 那临安就算是千斑不愿 也只能吵了 有了母后操持了 太后盯着她看了几眼 露出少许笑容 经历那么多事 你倒是成熟不少 本宫要说的已经说完了 你退下吧 临安高退 她面不改色的行李 带着两名贴身宫女离开凤其宫 殿下 刚垮出凤其宫大门 临安脚一软 险些栽倒 幸好两位宫女眼疾手快 搀扶住她 殿下哪里不舒服 奴婢去请御医 左边的宫女急匆匆地跑远了 临安软绵绵地靠在 另一位宫女身上 正正发呆 殿下 殿下您怎么了 健壮宫女大吉 临安听着胸腔里心脏 碰碰的狂跳 眼前阵阵发黑 她想扯起一个笑容 眼泪却汹涌而下 喃喃地说道 本宫也不知道怎么 深夜南疆 十万大山外围一座叫青枫崖的高山 圆月月高悬 密密麻麻的身影在脚脚月灰下忙碌 有外表形似人类的 有人形但拥有兽类特征的 也有纯粹是兽类形态的 他们的共同点是 搬运工 成千上百的妖族们正在一座大坑里丢火物 这些火物里各式各样的生灵都有 他们要么奄奄一息 要么昏迷不醒 对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毫不知情 高空之中 骆玉衡脚踏飞溅 许清安踩着太平刀 白鸡挂在他肩膀上 盛大的血型的祭祀 许清安俯瞰着下方 沉生说道 这些生灵被收集起来 目的是让神书的残肢初步恢复力量 神书被封印五百年 气血衰竭 这不是随便吐纳修行就能恢复的 想要恢复超繁境的力量 必然要摄取同等层次的力量 在许清安看来 符合能量守恒 超繁境的血单过于稀少 那就只能让量变引起质变 怎么 侠肝义胆的许炎罗 不忍心看着底下的生灵 平白丢了性命 骆玉衡笑眯眯的调侃 像个不正经的妖女 许清安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感慨道 平均默化封侯是 遗降功成万古枯 人是懂得变通的 也是必然要做取舍的 盲目的遵循某种原则 非知之所谓 骆玉衡笑嘻嘻的抬起手 广袖滑落 露出雪白浩腕和白玉般的小手 摸了摸他脑袋挂子 你从来都不是迂腐之辈 正说着下方的丛林里传来 巨大的响动 树木成片成片的倒塌 从许清安的角度 可以看到一条巨大的黑林巨蛇 缓缓爬来 将沿途的树木压倒 死死的巨蛇昂起头 朝着天空中的圆月土星 是蛇护法 蛇护法来了 蛇护法的身躯一如既往的庞大呀 不 是不是又大了一圈 底下的妖族们议论纷纷 巨蛇腹部如动 凸起一团圆球 圆球缓缓向上移动 抵达巨蛇猴捕时 扑的一声被吐了出来 那是一团被契机包裹着的 巨大的肉球 清悦的啼叫声 回荡在夜空 两只庞然大物从夜空中掠过 它们分别是一只体长两丈的赤红巨鸟 羽毛红艳艳的宛如火焰 一只体长一丈三尺的熊鹰 羽毛鹤中带金 两只巨鸟爪子里 各抓着一条铁锁 铁锁中间是一只长宽高 各两丈的木龙 木龙内关押着杂七杂八的动物 食草食肉皆有 两只巨鸟掠过群腰上空 爪子突然一松 把巨大的笼子砸了下来 蛇护法甩动长长的尾巴 轻而易举的缠绕着木龙 将它稳稳的放下来 紧接着 长啸声回荡在月夜之下 一只体长三丈的巨犬飞奔而来 四只踏空如履平底 通过底下群腰的叨叨声 许清安知道这是万妖国的犬护法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里 妖族护法粉末登场 来了十八位 皆为四品妖族 大坑里的声灵也越堆越高 就妖族的妖口来说 枪子的占比很不错呀 而且万妖国肯定不止十八位 四品大妖 业绩就没有来 肯定还有其他四品妖族 在别处行事 对于潜伏五百年 卧心尝胆的万妖国 有这样规模的势力 许清安一点都不奇怪 可惜超凡高手只有九位天虎 和一只熊 他遗憾的说道 超凡强者数量太稀少了 万妖国巅峰时期 超凡境大妖的数量 是仅次于佛门 连大缝都有所不及 毕竟 南妖象征着妖族正统 凝聚了整个妖族的气韵 而北方妖族就差得远了 这时 他听见底下有小妖叫道 清姬长老 许清安立刻寻声望去 清风崖顶 立着一位穿蓝裙的高挑女子 脸上蒙着丝巾 一双狐媚子眼固盘生辉 俯瞰着下方的裙腰 她什么时候出现的 有类似暗骨不前行的天赋神通 许清安听见白鸡 惊喜地叫了一声 啊 清姬姐姐 差点忘了 这小家伙也是堂堂白鸡长老 这是你和叶姬的姐妹 白鸡用力地点头 我很久没有见到清姬姐姐了 清姬姐姐做菜很好吃 你到底有多少姐妹呀 许清安试探道 她 漂亮吗 不等白鸡回答 许白嫖脸色严肃的 陈述事实 再漂亮也没有国师漂亮 罗宇恒满意点头 收回了架在她脖子上的剑 青纱蒙面的年轻女子 俯瞰着下方群腰高声说道 有请娘娘 声音质感很清澈 不媚不甜腻 干净清澈的如同银铃 在场所有妖族高呼 声音汇聚成海巢 叮铃 清脆的铜铃声 想在每一位妖族耳畔 也想在许清安和洛宇恒耳畔 这时候 清冷的圆月 似乎黯淡了一下 像是被什么东西遮住 九尾天狐来了 许清安心里一动 侧头望向圆域 胡足以美貌著称 个个都是拔尖的美人 这位九州大陆 唯一的九尾天狐 又会生得怎样倾国倾城呢 第1308集 女王啊 圆月之下 许清安首先看见的是张扬的 美丽的 宛如孔雀开平的九条虎尾 洁白蓬松 透着妖艺的美 随后才是正主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词汇来形容的女子 她有着毛茸茸的胡耳 满头银发如霜 她的五官精致又妖美 有着胡足女子标志性的狐媚眼 她披着轻薄的纱衣 胸脯用一条不宽不窄的瘦皮裹着 鼓胀胀的丰满 往下是白逆紧致的小腹 腰间系着一条白色胡球 像披风似的垂在腰后 但并不遮挡两条大白蟒般的长腿 右脚的脚踝套着一只脚环 黄铜铃铛随着步伐叮铃作响 深邃浩瀚的夜空中 悬着一轮清冷的圆域 她嘴角含笑宽宽而来 下方的妖族不管雌雄痴痴的望着她 许清安得承认 九位天湖是她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 红颜祸水 一带妖姬 娘娘真美 娘娘是我的 你也是我的 白鸡痴痴的说 瘦儿 虎伪 妖姬 不好 心骨发作了 许清安浑身燥热 产生强烈的求偶交配的冲动 这是初见木南之时都不曾有过的冲动 下一刻 一把铁剑横在脖梗 激烟气激荡 许清安浑身一颤 瞬间清醒过来 放眼九州 落魅惑之力 无人能及九尾天湖 洛玉衡舔了舔嘴唇 眯着美眸在她耳边吹气 柔声说道 许郎要是喜欢 人家把他抓来给你做妾 天天伺候你 好不好 被劫持的许清安眨了眨眼 他深吸了一口气 定了定神 便不再受魅惑影响 就这身可怕的魅惑 谁还舍得跟他动手 当年的万妖国主 恐怕也是如此 佛门果然都是一群不懂得怜香惜玉的木头 至于做妾的事 就算了 我这辈子只爱国师一个 他恋恋不舍地挪开目光 侧头看着骆玉衡 九尾天虎修为如何 骆玉衡宁眸看了片刻摇头 看不出来 不过呢 妖族和武夫一样 以体魄和战略为主 你的小妾若是一品 那她不必找你帮忙的 在一品境界 武夫的下限很高 属于那种 你们最好别让我抓到啊 否则一套连死 而其他体系的一品面对一品武夫 则是你虽然横 但终究只是粗笔武夫 前者在正常状态下 立于不败之地 后者是打不赢 但也立于不败之地 也就是说 九尾天虎若是一品妖族 那么佛门必须要出动 两名菩萨才能压制她 而如今琉璃养伤 切罗树在云州 能出手的只有广弦 妖族可谓稳操胜权 根本不必请许千安帮忙 故事 你和她谁更强 许千安突然问道 一夜风里 洛玉恒撩了一下病发 为何有此疑问 因为只有鲨鱼 才能对付鲨鱼 许千安心里嘀咕 说话间 九尾天虎扭着腰帘不款款 摇曳风姿在搅环叮铃的声响里 来到崖顶 那蒙面的蓝裙女子恭敬的退到一侧 九尾天虎站在崖顶 背景是深沉的夜幕 白玉盘般的明月 风吹起她的银发 浮动她妖艺美丽的虎尾 她俯瞰着底下群妖 张开双臂高声说道 万妖国的子民们 五百年前 佛门杀我族人 毁我家园 将我们赶出了故土 这五百年来 我们四处流浪 寻找着欺身之所 或藏身于山林 或隐于市井 与人族混居 一刻都不敢暴露真身 还有部分族人 在佛门建起的二十七座城中 为奴为壁 世代受西域人凌辱欺压 我们流浪了五百年 漂泊了五百年 今日 我们将夺回故土 将佛门赶出家园 重建万妖国 夺回故土 重建万妖国 夺回故土 数以万计的妖族 发出声音 带着愤怒 带着激动 带着仇恨 在此刻 齐声高呼 九尾天虎压了压手 海啸般的声音 骤然停歇 女王啊 许清安在心里 嘖嘖两声 仅仅一个小细节 便能看出九尾狐 在妖族心目中 有着超然的地位 妖族不比人族士兵 那样纪律严明 妖族不重 更像是江湖武夫 桀骜不逊 最反感纪律 今日 本座请来了 一位名誉九州的大人物 与我等 一同对抗佛门 闻言 群妖们纷纷交头接耳 谁呀 娘娘请的是哪位大人物啊 是竹九吧 咱们妖族中除了娘娘和熊王 便只有竹九一位超凡 竹九大人 修为盖世 有他帮忙 我们如虎天意 我觉得不是竹九 我听驻守十万大山的小妖说 前阵子大奉的许音罗来过 还帮妖族夺回了封印雾 可信吗 有妖族一听 立刻激动起来 妖族分散各地 有的人对许清安略有耳闻 有的完全没听说过 但生活在中原的那些妖族 却深刻的明白 在中原 许音罗三个字 意味着什么 一位头上两根羊角的妖族 有些兴奋地说道 如果能把他请来就好了 那可是比熊王 还有强大的人族强者 什么 比熊王还强 你这蠢羊 是不是啃草料啃多了 边上的妖族难以置信 熊王是五百年前 就踏入超凡的大妖 那妖里 娘娘之外最强者 在普通妖族心里 便如神明一般 羊妖哼道 食草者会 你们这些食肉的脑子里 有的全是羊屎 反驳了一句后 他说道 我在中原无数次听过他的大明 那是连二品皇帝都能杀的武夫 不久前 朝廷更是发布公告 称许其安在剑州 斩了两位金刚 是真是假就不知了 但不能否认 他很强大 不过 我没听说 他和咱们妖族有来往啊 而且中原大乱 他怎么可能千里迢迢来南疆呢 别想了 这样的帮手请不到的 边上一个生活在南疆的妖族摇了摇头 据我所知 许阴罗在一群前 确实在南疆 万妖国的妖族分散各地 消息断层很严重 南疆的妖族不清楚中原的事 生活在中原的妖族也不清楚南疆的事 当然 妖族高层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消息误差 类似的讨论发生在各个小圈子里 九尾天湖目光微抬 笑容妩媚 许阴罗 还不现身 群妖恶然回首 抬头顺着九尾天湖的目光 望向深厚的夜空 该我登场了 第1309集 大战序幕 许清安施展天谷的一星换斗能力 让自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一道道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 许清安一步跨出如履平地 免无表情地在群妖上空踩过 走向崖顶 过程中 眉心金漆亮起 七步之后 金漆覆盖全身 铸成治刚治阳的金刚身体 嗤的一声 脑后火环忽然炸开 熊熊燃烧 我们金刚 群妖大惊失色 真的是大方阴罗 许清安 而熟悉他底细的妖族 激动地叫出声来 这时 底下妖族们看见高空中人族强者 忽然抬起手 把脑后的火环拽在手心 灼热明亮的光线 断时消失 只剩一句灿灿今生 他要干嘛 群妖困惑中 许清安猛地甩出右手 甩出了手心的火焰 轰的一声 炽热的火光 忽然爆开 流焰在空中铺射开来 化作一席 微风凛凛的火焰凝成的披风 灰焰成袍 霸气张扬的火焰披风 搭配金灿灿的金刚身体 让许清安看起来 犹如天神下凡 神微凛凛 群妖痴痴地望着 便只剩下这道金光闪耀 披着火焰披风的身影 金色和红色成为 他们眼里解剩的色彩 我这不是装逼 是我现在的修为 应该有的逼格 许清安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 终于踏上了压顶 立在九尾天湖身边 刚才九尾天湖的出场 给了他灵感 超凡强者出场 就得自带特效 如果再配上BGM就更好了 九尾天湖笑眯眯地挟他一眼 尽管什么都没说 但是许清安仿佛 从他眼里看到了四个字 你好骚啊 许清安面无表情的汗手 目光在他美丽的脸旁 略有停留 又看了一眼 他身侧的蓝裙女子 清机恰好也在偷看他 两人目光交汇 他礼节性的一笑 闭了开来 场合不对 许清安没有和清机 或九尾天湖寒暄 转身望着底下的群妖 西域仪仗自身强大 嚣张跋扈 五百年前侵占外妖国领土 而今又试图染指中原 以力压忍者 必被力压制 我代表中原大奉朝廷 与外妖国结盟 从今以后 共退共进 对抗佛门 停顿了一下 他暗中调动心骨之力 扬声说道 妖族的兄弟们 你们能忍吗 突然间强烈的愤怒和仇恨从心里涌起 即使是最冷静的妖族也燃起了对佛门的刻骨仇恨 响起了故土沦陷五百年的耻辱 群妖们嘶吼起来 底下气氛瞬间炸锅了 每一位妖族都咬牙切齿 倾金怒爆 徐清安吼道 那就干他娘的 底下的声浪瞬间掀起直冲云霄 妖族群情汹涌 气势和斗志 比刚才九尾天湖演讲时还要旺盛三分 远处被洛玉恒抱在怀里的白鸡 举起右爪 赤嫩的女童声大喊 干他娘的 干他娘的 他一副着魔的样子 在这样的气氛里 四名虎女抬着两只箱子走到大坑边 用钥匙开锁后迅速后退 砰的一声 箱杆震飞 左边的箱子里飞出两条腿 右边的箱子里飞出一副驱赶 自动冲入深坑 与此同时 浮屠宝塔从许千安怀里飞起 低层塔门打开 一只漆黑的手臂飞出 投入大坑 来十万大山前 许千安和塔陵老和尚有过一番深谈 慕南枝因此被赶到第二层 除了两位当事人 没人知道他们在那里说了什么 不过谈话结束后 慕南枝再回浮屠宝塔第三层时 发现塔陵老和尚变得极为沉默 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大坑里 数以万计的动物迅速枯萎 化作一句句干尸 雪光从坑中升起 数里之外也能清晰看见 半边夜幕被雪光染红 另一处据点 隐蔽的山窟里 一袭黑色沙群的业绩 结束慷慨激昂的陈词 调动了山窟中群妖们高涨的战役 他满意的汗手 侧头看向身边的庞然大雾 这是一只巨大的石铁兽 毛色黑白相见 尤其眼睛部位的毛色是漆黑的 他身高一长 体型在妖族中不算出类拔萃 不过和身边的夜姬相比 足以称为巨人 熊王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夜姬低声说道 石铁兽后之后觉得 啊啊两声像是刚神游回来 又像是打盹被吵醒 他望着群妖缓缓说道 佛门是可恨的 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地盘 我们 声音越来越低 眼睛渐渐闭上 而原本斗志昂扬的群妖突然困意上涌 眼皮子不受控制的臂上 纷纷东摇西晃 仿佛随时都会躺倒大睡一场 熊王 你要挺重啊 夜姬袖子里划出钢针 狠狠地刺在石铁兽腰上 要复仇 石铁兽浑身一震 陡然咆哮起来 要复仇 要复仇 群妖随之摆脱困意 大声附和群情激昂 月光下 宛妖山宛如平躺着的巨人 山势不陡峭 却连绵数百里 作为南疆地脉的核心 宛妖山终灵玉秀 自古以来 山中诞生了一位位大妖 养育了一个个强大的族群 如今他已是佛门的地盘 经过五百多年的迁徙 西域人在这里建了国 南国 以南城为中心 辐射出二十六座城 南城高耸的城墙上 一位身披甲州的手足 嚼着南疆盛产的 用于提神的干果 对身边的同僚说道 哎 妖族真的要造反了 西域派兵十万 增强南疆守备力量 同时大量采集收购草药 毁坏除关道之外的山间小路 聚拢各处山镇的西域居民 兼臂青野 同僚也嚼着干果 不屑地黑了一声 也不知道这群畜生哪来的底气 五百年前南腰和气强大 还不是让我们西域给灭了 苟延参喘五百年 还想复国 不过啊 我听长官说了 妖族此早要造反 等这口气被我们掐灭了 就再也掀不起疯了 最先说话的手足 忽然嘿嘿亮声 再有半个事就轮值了 一块就玩玩 我前阵子在城东的犬舍 发现几个姿色不错的女妖 而且还便宜 边上的几个手足 听到齐声哄啸 顺便来几颗金枪丸 同僚们笑道 那手足呸得吐出干果渣 骂咧咧的 呸 老子哪次在床上不把女药 他突然眼睛发直 颤抖地抬起右手指着天空 那是什么 远处天边 一大片的乌云 汹涌而来 那是一片黑压压的飞兽群 有红鹰率领的赤鸟族 有金雕率领的雕族 有鹤族 他们组成了万妖国的飞兽军 宛如蝗虫 铺天盖地的从天边涌来 与此同时 南城十里外的少岗 五里外的少岗 三里外的少岗 逐一吹响号角 然后戛然而止 妖族 妖族来了 城头守军的声音回荡在夜空中 回荡在高耸的城墙上 紧接着 咚咚咚的鼓声开始雷响 沉闷且浑厚 在夜色中传开 成批成批的守军 沿着台阶登上城墙 一部分有条不紊地 准备其守城的火油 雷幕 滚石等等 另一部分守军 则推出车弩 架在剑舵上 瞄准百米外的林子 南城建在万腰山上 当年建造城墙时 西域人把城墙外 百米范围内的树木 砍发一空 清出一片真空地带 这样的设计 就是为了防备妖族 借助地力 悄悄的靠近城墙 夜晚没有风 但远处密林 在月光下 速速抖动不停 黑暗中 不知道有多少敌人在靠近 一位武长抽出箭矢 箭头在火把上滚了滚 箭头染上火油 熊熊燃烧 他把箭矢射向空中 裹挟在箭矢中的气急突然爆开 一棚火光亮起 照亮了周遭 下方 火光应照处 偷偷靠近城墙的十几只灰狼 下意识地抬头 望向天空 修修修的 他们旋即被密集的箭语覆盖 射杀当场 这就像是大战开启的导火索 大片大片的黑影冲出密林 朝着城门发动冲锋 他们中 大部分四肢着地 小部分是人形 奉剑 城墙上的弓箭手 立刻松弦 弓箭名颤声响彻成头 在弓箭和车弩的攻击下 大片大片的黑影倒地 死于第一轮攻击 同伴的死亡无法震慑妖族 复仇的野火 和对故土的渴望 让他们不惧死亡 奉剑 第二波箭语击射而去 这一次 天空中席卷而来的乌云野 进入了射程 城头守军朝着地面和天空 发射密集的箭语 一只只鸟腰冲箭铸尾 发出凄厉的提叫 奉剑 第三波箭语倾泻而出 再次带走数百妖族的性命 这个时候 鸟腰组成的空军已经冲到城头 眼见就要撕毁守军的防线 往里扔 位于万妖山顶的南法寺 冲起一道金色光柱 直入云霄 它在高空中散开 化作金色光照 将整个南城照在其中 碰碰碰的 数以百计的鸟腰撞在金光照上 撞得血肉模糊 落雨纷飞 红鹰等鸟腰首领 带着残步冲天而起 不甘的在天空盘旋 城头的守军们刚松口气 忽然集体僵硬 表情惊恐的看着前方 一只巨大的石铁兽趴在城头 就像小孩子趴在橱窗柜上 他的头圆滚滚的 耳朵也是圆圆的 白毛为底色 眼睛部位 鼻子和圆耳朵是黑色 他的目光有些呆滞 以至于看起来有些憨厚 如果体型不是那么大的话 石铁兽平静的叫了一声 体型还在暴涨 这就造成城墙在不断变矮 从雨它齐高到胸口 再到腰间 石铁兽抬起两只爪子 敲了一下金色光照 没有撼动 他似乎生气了 又敲了一下 依旧没有撼动 砰砰砰的 他越敲越用力 越敲越快 原本憨憨的圆脸也变得猙獰 疗牙暴突 金色光照剧烈抖动 以泄去恐怖的距离 光照破碎 化作金色光鞋炸开 爆炸的冲击力化作涟漪横扫 疏铁兽被这股力量推的量强跌倒 摔了个跟头 光照一破 鸟妖大军奸笑着俯冲 迎着剑雨扑击城墙上的守军 守军们丢掉弓箭 抽出兵刃斩杀鸟 但很快就被俯冲下来的鸟妖扑倒 被捉破脑袋 捉短搏梗 下方攻城的妖族没了箭矢的攻击 攀上城墙 与守军厮杀在一起 体长百丈的巨蟒爬上城口 说尾重重抽打 打得城墙不断开裂 雪白的巨犬率领狼族跃上城墙 横冲直撞 墙壁缝隙里长出翠绿的藤丸 攻击西域守军 城墙上乱作一团 佛门的武僧和守军中的高手 竭力抵抗 火油点燃了城墙 照亮了夜空 这时 108道金光从山顶头下 于交战的双方上空停留 那时108位体表覆盖金光的禅师 他们盘腿坐于虚空 将一位长眉枯瘦的老僧 拱位在中央 禅师们闭目盘坐 似乎对于下方的激战视若无睹 自顾自的诵经念佛 诵经声起初不可闻 渐渐的竟压过了厮杀声和售后声 不多时 天地间便只剩凡音阵阵 西域守军和佛门武僧授其鼓舞 战力倍增 反观妖族或头疼欲裂 或匍匐颤抖 或眼中杀意尽消 失去战斗意识 守军们趁机挥动屠刀 夺走一只又一只妖族性命 突兀的 柔媚雌性的笑声 打破了凡音的节奏 月光下 妖娆的身影扭着妖枝 踏空而来 临近禅师结成的大阵时 他身后收拢的九条虎尾 突然展开 微微浮动 啥时间 城头响彻迷迷之音 守军眼前出现了 一位位身姿拼挺的女子 或笑或扭动腰肢的勾椅 一时间意乱情迷 深险温柔香不可自拔 场面立刻反转 妖族大军反扑 杀戮着守军武僧 杜厄罗汉眉头一皱 睁开眼 轻喝道 杀贼 凡音与迷音双双消散 毛色黑白相间的石铁兽 慢悠悠的爬了起来 咆哮着冲向一百零八尾禅师 结成的禅阵 嗡的一声 这只巨兽旋即被金色光幕挡了回来 又一次亮枪后腿 阵中的杜厄罗汉 脑海的七彩光轮豁然亮起 他伸出了手掌 熊王的头顶凝聚出一只金色佛掌 忽然拍下 熊王立刻抬起两只爪子 扛住佛掌 但他无法扛住这只蕴含杀贼之力的佛掌 佛掌一张张的压下来 熊王的身躯一点点的缩水 直至恢复成正常体型 就在这时 他身后亮起了一道火光 金刚身体自带的火光 阿苏罗不知何时出现在熊王身后 并长如刀斩向熊王的脖梗 暗黑色的掌刀缭绕着七彩的霞光 熊王察觉到了危机 便要腾出一只手应对 阿苏罗口吐针言 放下屠刀 戒律的力量施加在熊王身上 打断了他后续的应对 圆滚滚的头颅飞起 掉落在阿苏罗脚边 与此同时 金色佛掌顺利拍下 将熊王的身体打得四分五裂 和两位二品强者之力 解决一个三品妖族轻而易举 熊王 不 这不可能 交战中的妖族见状 尸声惊呼